海拔2900米处的天坑究竟有多深? 这里是贵州最高处,有贵州脊梁之村的韭菜坪 因为这里海拔太高,地势险要,天坑深不见底 据说曾经有国外探险队员在这里意外掉落 在有关部门的批准下,今天我们将进入屋极之内 去揭开燕子洞的神秘面纱 跨越山河探寻秘境,大家好,我是富爱行军业 我现在位置是号称贵州脊梁的天上石林 今天我们准备去探索燕子洞,就在我的前方 因为这里深度比较深,据说有几百米 所以当地居民就在这里建了一个围墙防止牛羊掉下去 这里第一段下去是三十多米,下面就是大树井 现在我们已经下来了,我的队友正在下降 这是第一个平台,大概三十米的高度 下面是树井 现在我已经到了燕子洞的第二个平台 这里刚好可以站得下呀 然后主洞道在这边 但是我们今天准备先探上面的这个洞道 上面是有一个树井的 因为这我们是二探 下面呢,洞道就没有上面那么大 本次我们就探上面这个洞道 里面的那个树井,那个树井是生不可测的 想要进入上面那个洞道,必须要做好保护 现在刨沟从那里过去 老师给他做保护 这一旦滑下去的话就直接下到八十米下面去了 有两个安全返回 有两个安全返回 这条行为的 有长一点 所有的新手都不要下 这里上去还是有点难爬的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燕子洞的中部 今天我们是带了十几位新人 胆子实在太小的了就留在了上面 但是大多数都下来了 看我的队友他们正在下降 下来后就出现了奇迹 看这是什么 销坑 我的天哪 还有灶台 因为这里是二探了 下面还有八十米左右 是一个洞道 我们已经探过一次了 然后今天探上面这两个洞道 熬小前辈可以说无处不在 在这几百米天坑的底部 出现了两个小坑 还有灶台 天哪那里还有个碗 看这个灶台边上还有两个碗 碗 这是土碗 天哪不要动它 不要动它放在这里 看这个 看这上面有土碗 是刀令牌吗 哇塞 这是一条鱼的图案 看到了吗 这是一条鱼的图案 还可以用 底部没有落款 碗的四周啊 有这样的山水画 厉害了吧 哇 这个厉害啊 最少是晚清时期 这是一个双连灶 这个灶里面呢 还有没有烧完的这些木材 这是一个烧机 这里面 还有灰灰 可以看出他们以前呢 是烧煤的 看到了吗 这是煤 哇 这个是什么 哇 这个看 这像是一个船的形状 这个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这些全部都放灰原味 我们看看就可以了 在这个双连灶的旁边呢 出现了一个床 土炕哎 就是一个炕 以前呢 因为这里面湿气比较重啊 所以他们会烧火 把这个炕啊 夹着 看这里还有 这是稻草 现在因为年代太过久远 看到了吗 我手一拿 它马上就成为灰烬 就这样的灰烬 要是一捏的话 就是粉碎 证明这里的年代很久远了 看 它这就是它烧火的地方 烧的是煤炭了 看见 它烧的是煤炭了 因为现在的位置是六盘水 鹤章这边呢 现在是在鹤章 这边也出煤 所以以前熬销基本都是烧煤 这个炕可以睡好几个人呢 可以 这就是古人的智慧 因为树井呢 在这边这个洞道 所以我们先去 这两个小洞道去看一下 走吧 先走中间这个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古人的熬销基地 看这也是一个床 这也是一个床位 上面还有一些枯草 炮哥 你在里面发现的宝贝没有 老实交代 你就是我的宝贝吗 里面不深 这里上去 听说是盲洞 没路 可以看出这些石头 都是从这个山体里面 硬生生找出来的 这里还有人生活的痕迹 这堆火可能在这里 最少是三百年了 我们去看 最右边的那个洞道 没想到在这个100多米的 天坑的中部 发现了熬销的遗迹 不知道 以前的熬销前辈 他们是用什么方法 从这个100多米的地方 下到这个平台里面来熬销的 这个在我看来 它真的算是一个奇迹 我们在盐壁上面也没有发现 加梯子的痕迹 现在我们准备去我前方的那个洞道 出发 哇 这是一个水缸 看 我一直在这里寻找哪里有水源 没想到在这里还真的有一个水源 现在还有水 而且水流量还不错 几十个人在这里熬销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水缸的水 就是从这个裂缝里面流出来的 现在还在滴 但是能储存在这里的话 几十个用几十个人用是没问题的 这个洞道很狭窄 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熬销前辈留下来的那些锅碗瓢盆呢 诶 没路了就 这就是它的最深处 没路 接下来我们等所有的队友到期就去树井 那个树井是至今可能没有人类到达过它底部的地方 这里下来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胆量的 我很佩服我们的新队友 他们确实很厉害 第一次下这么高 现在我们准备去这个洞道看那个树井 下到树井的最底部 然后在这里发现了费楼 现在用手轻轻一摸 它就成这样的粉碎 完全成粉末了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 走吧 朝树井出发 从这里过去还有300米就到树井了 今天的目的也是下到树井里面去一探究竟 那个树井应该是人类第一次到达 现在还不知道吧 如果下面没有人类的遗迹的话就是第一次到达 本期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我们将进入400米的树井深处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 reduz